你好,我董振隆 那在這一則影片當中 我們要來與你分享 如何使用影片行銷自動化的平台 裡面的Temperate Bank 就是模板銀行 模板庫 這個的使用時期 基本上是這樣子的 就是呢,有些時候呢 你想要針對某一些特定的平台 然後去製作一些 符合這個平台的尺寸 的影片,然後直接上傳到那個平台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你就可以使用我們的模板庫 在這個地方 那呢,我們 前面有提到的這個社群日曆 這個是讓你每天都有一個理由 可以製作至少一部影片 上傳到各大平台 那你也可以在這邊去選擇 最適合 那一個平台的影片的格式 然後去PO文 但是呢,如果你當天除了這一則影片之外 你還想要製造 其他的影片 或者是 你有一些促銷的廣告影片想要做的話 你的解決之道呢 就是來這裡,模板庫這邊 然後呢,那所以呢 基本上呢 這每一個平台呢 裡面的模板都已經替你精心設計好了 所以我們這邊就以 Instagram為例好了 你可以看到 Instagram的模板 絕大部分都是直立型的 那它操作方式呢 就跟其他的影片的操作方式 製作的方式一樣 所以我們這邊呢 隨便找一個 例如說這一個 那附台體我們模板很多 有至少幾十個 那這裡有各式各樣的模板 那你可以去看 哪一個的特效是你喜歡的 那例如說我現在挑這個來預覽好了 然後大概都是15秒鐘 然後點新增影片 綠色的按鈕 那你要做很簡單 就是你要嘛改圖片 然後 要嘛可以改文字 就這麼簡單 如果你要改圖片的話 在這邊你可以上傳你自己的圖片 這是第一種選擇 然後呢 第二種呢 是你可以搜尋 來這裡 搜尋你要的 圖片 就是說 你可以打中文試試看 或打英文 比如說天空 然後呢 你就可以選擇 隨便點一個 好 然後這時候呢 記得用裁切Crop這個選項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每一個模板呢 的圖片都有一定的尺寸大小 你用裁切 他才會 有辦法這樣切的剛剛好是你要的 然後接下來點這個綠色的裁切影片 裁切圖片 他就剛好切 沒錯就這樣子 那呢 這個 這個文字就隨便你打 這是測試好了 然後下一個 那這邊呢 你可以任意的去配色 這個是對 為影片配色 你點不一樣 他的那個影片呈現顏色就會不太一樣 然後這邊呢 是預設的音樂 你可以隨時更改 你可以在這邊預覽這個音樂 然後你在這邊點一下 他就新增了 那這邊呢 我們就繼續 然後再點這個 紫色的按鈕 他就 直接生成了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操作上也非常的快 等個幾分鐘 以內呢 他這邊變成綠色的時候 你的E-mail信箱呢 會收到通知 有時候那一封通知信 可能會跑到垃圾信件夾 但是你基本上只要等個幾分鐘不到 這邊變成綠色的Complete完成 你就可以 例如說這個好了 你就可以預覽一下 然後確定這是你要的 你要的模板 好 然後呢 你就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或者是 當然就把它直接分享到各大平台去 就這麼簡單 好 那呢 再來呢 我們再來 順便講一下 這個客製化的影片 這個呢 是 呃 沒有特別針對哪一個平台 好 的時候 你也想要 呃 自己 客製 自己製作一些影片 好 所以呢 這個等於是我們 額外送給你的幾個 模板 好 所以你要做廣告做什麼都OK 好 這個是我們送你的 好 那所以呢 用法其實一模一樣的齁 如果這個特效是你要的 好 那你一樣點新增 影片 好 你一樣可以去改這個 圖片 好 像這一張他是用空白的 那我現在隨便 弄這個好了 好 然後按Choose 就選擇 你看他現在就會有一個背景 好 然後 好 測試 好 所以這一樣齁 所以這幾個模板呢 等於是 額外 送給你的 好 讓你可以制定任何的 影片 那呢 所有的影片做好都會 在這個project 好專案這邊 好那我們剛剛 測試的那個影片已經弄好了 像這個是instagram 主要是上傳到instagram 好 如果ok 我就可以直接分享到instagram 好 所以呢 我們這一則影片呢 就先分享到這裡齁 我們下則影片再見 拜拜